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头条节目 我们今天给观众朋友们带来的节目呢 有中美之间以及在欧洲最新的一些实施的发展 我们首先给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呢 是有一篇来自于德国之声的最新报道呢 就解读了关于新任的美国总统乔拜登对华政策的四大招 那么很多人呢在乔拜登上台之前呢 就在罗列到底新一届的美国政府 将会对中国采取哪些措施呢 他有哪些方针呢 虽然很多人都在揣摩当中 但是真正能够揣摩总确的呢并不多 特别是一些人呢过去认为乔拜登呢 恐怕呢会对华呢采取一种软弱的一种态度 没有想到呢这位新任的总统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政策呢 对于中国 以至于中国这两天和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不断的呢喊话美国政府 各式各样的投桃送礼的方式呢是非常之多 但是呢就没有打动乔拜登 而今天呢这一篇刻作评论的一篇文章呢 就表示说呢说拜登上台呢已经有一个月 先说说呢说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 虽然姗姗来迟 却从双方公布的通话内容看 强调了各自的关切 焦急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焦急所有 与外界的期待呢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通话呢 只是要向各自的国家和外界做表面的文章 而且双方之间通话时间呢 打两个小时 其实这释放出了比公布的新闻通报 更值得取消的一些信息 美中关系经过川普四年的脚合呢 双方只差真刀真枪的干一仗 在川普政府后期 美中的高层呢完全断绝了来往 双方的恶语相向 拜登在这种情形下上板 外界对两国恢复高层的接触 虽然抱有期待呢 可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信心 尽管中国政府在拜登胜选后呢 不断向其递交了橄榄枝 但习近平呢 也是在1月6日美国参议院 确认拜登当选后呢 才向他发出贺电的 从拜登一方看呢 受制于美国眼下的反华气氛 他对中国递来的橄榄枝呢 能避开呢就尽量的避开 对习的贺电 以及此间中国外交部的贺电呢 拜登及其过渡团队呢 都未有任何的回应 给人感觉中方热脸贴上了 拜登的冷屁股 现在两国领导人呢 虽然通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说明他们起码有坐下来 沟通的一点基本愿望 这一点看似平静 实际是非常关键 如果像川普后期 双方看一眼 对方都感觉到恶心和厌恶 根本不愿来往 两国关系呢 就只能继续冰冻 而误判往往就是在 这种互相厌恶中所发生的 双方愿意交流 尽管各说各的话 但至少让对方明白 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虽然说目前来看 能够减少双方的误判 而在底线之外的其他领域 双方可以求同从异 或者是进行合作的地方呢 却非常的有限 一些人认为呢 虽然说拜登 找了一个除夕之夜呢 与习近平通话 那么有很多人认为呢 这是拜登呢 要示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随着这一段时间 过了除夕之后的近十来天里呢 我们又发现呢 其实并非是如此 似乎拜登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而且拜登的态度越发的严谨 竞争而非冲突关系呢 这是这一次呢 被很多人呢 所定调的一点 没错 拜登就是想让美国保持最有力的实力 来应对中国 美国把中国看成为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竞争者 而非冲突者 这是有其内涵和特殊的意义 因为今天你如何和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何大国进行冲突呢 这是一个美国 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 但是竞争 强有力的竞争和强有力的科技 文化方方面面的这种优势呢 是美国战胜中国 或者是逼迫中国有所改变的唯一的两方 用实力来说话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实力的竞争 提升美国的国家实力 在实力的基础上 同中国展开竞争 竞争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基调 但拜登给他加了一个前提 即美国要有强大的实力 只有强大的实力 才能达到威慑中国之效果 在美中竞争中呢 能够彻底的取胜 这不是说美国的国家实力 现在不如中国 而是拜登看到了美国实力 在相对与中国之间呢 有所下降 尤其在川普四年 拜登认为 其内政外交包括同中国打的贸易战 推出国际组织 威胁盟友 大选外向 以及糟糕的疫情处理 手法都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声誉 导致美国实力在这四年里明显下降 所以拜登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就提出要同中国对抗 先把美国的事情提好做好 提升美国的国家实力 更注意的是需要注意的是 提升美国实力并非仅仅针对中国 而是拜登的一个总的施政方针 只是他首先把它落实在了对华的政策上 拜登已经只是专门的团队的全面检讨川普世界的对华政策 评估美国在经济科技产业的状况 特别涉及到美国关键技术优势方面的供应链 是否在依赖中国 这是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个指导思想 也就是说可以打 也可以拖 也可以竞争 也可以树敌 再就是美国长期的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一招 那就是民主与人权 第二个关键词的民主与人权呢 拜登对华政策的核心或者关键呢 将聚焦在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 做使中国遵守朴实的价值 纠正和惩罚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和迫害行为 民主和人权是美国坚守的价值观 也是民主党的思想武器 至少在思想和政策上 这是他的立党之本 民主党更会把民主和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点 川普的四年华盛顿 在后期才在对华关系上 将政策的着力点转移到了民主和人权上 对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的一系列作法 进行了制裁 然而由于川普本人呢 并非是重视人权民主 所以呢经常攻击媒体和政体 尤其是在美国的种族骚乱和大选中的种种表现呢 使美国的民主灯塔的形象呢 遭到了重创 而拜登呢将会重拾这一切 由于我们之前特别是关于维吾尔人的问题呢 更是美国现在要立马和必须去捍卫和坚守的一个底线 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价值的底线画在了哪里 还有就是美国同时呢 拜登也做好了另外一样事情 就是战略的忍耐工作 因为他必须认为呢 自己有些地方需要忍耐 这是拜登处理对华关系的总的作风和特点 他不会咄咄逼人 他也不会去追求媒体的头条 或者是各式各样劲爆的话语 而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并且丰茫 等待时机呢大举反击 拜登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政治家 虽然说几十年来很多人说呢 他乏善可乘 但是你似乎也找不到他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 而他坚持一如既往的美国的价值 这一点 有很多人是说呢 这就是美国最有利的方式 同时呢 还有没有体系 这也是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个支柱 川普基本上是疏远所有的盟友 同中国单打独斗 尽管美国实力远强于中国 但中国也在快速追赶美国 尤其在有些领域 比如贸易这一块 中美的实力在拉近 美国要单挑中国 把中国压制下去 会感觉很吃力 而盟友一起和同等价值观的人 以及中国因为自己的不断的扩张 和民族主义情绪 而影响到的周围的这些国家 都将会成为拜登的有利的盟友 都是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政策 也是拜登可以拉起 更好的一些盟友圈的一个好方式 这必须让中国做出改变 他才能够适应美国的新政策 而一些国际关系观察人士认为 这样的四个招数 不管是习近平如何解读 都将会是让他很难受 和很难以招架的四个关键的方式和方法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要给观众朋友们讲一讲 今天关于贸易方面的事 我们知道拜登政府 是推举了一个华裔的贸易代表 这位美国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 今天就表示说 对一些最近很多商界在华盛顿的游说行为 很坚毅的说出 说游税取消关税的方式和不可能 你们能够达到我们取消关税 美国拜登新政府的名言 目前继续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真实的关税 但将在全面评估后进行如何推进的最终决定 作为拜登对华政策团队的核心之一 美国贸易代表人选戴琪呢 以及延续对华强硬立场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呢 戴琪上月在一个私人会议呢 曾经告诉美国商界的高管 为取消关税开展游说呢 没有任何的作用 相反且要做好关税相关的一些准备 戴琪周四将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提名 确认听证会报道指出 戴琪上述言论预料 她将在美中谈判中采取强硬的路线 被称为中国通道华裔贸易代表的律师 戴琪呢 与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限呢 在与中国多次的竞争当中呢 都进行了胜利 都获胜 报道引述戴琪的前同事称呢 在于北京的谈判中 她将不会有任何的动摇 同时呢 戴琪呢 也被称之为呢 是一位最有力的 目前看到的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 她不仅仅熟悉美国的贸易政策 法律 同时她也是一个强悍的维护 美国贸易政治和贸易法规的一位人士 她曾经啊 对很多个国家的 特别是在美墨加贸易协定期间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她满足了民主党的要求 包括拥有更强有力的保护劳工 和环境条款的一些政策 同时她也对于墨西哥的贸易代表的 无视和无理呢 进行了有力的一个回击 并且曾经在会场上佛秀而去 这都被称之为呢 是一个坚毅的贸易谈判人士 并且她懂得如何来解决 国一国之间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都看好 拜登的新的贸易谈判代表 在对华关系方面 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除了这则新闻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则新闻 是关于美中经济方面 我们知道呢 在川普时期呢 可谓是天天都与华的新闻有关 要么就是限制这个 要么就是限制那个 以至于呢 要摘排中国企业 等等各式各样的说法呢 是天天都有 时刻都有 让人觉得呢 明天就将会毁灭 或者说呢 中美之间呢 已经彻彻底底的脱钩的感觉呢 实实在在的呢 出现在了新闻媒体 和川普总统的推特之上 不过今天 我们看到了一个 最终的一个新的数据 来自于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说呢 在强烈的阻击之下 中国企业去年 仍然在美国吸引资金 在IPO的过程当中 超百亿美元 并且成为了历史上 最高的一个记录 尽管美中关系 去年急剧恶化呢 国会和行政当局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呢 限制中国在美国的股市交易 但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资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的 融资规模 仍然创下了多年来的新高 美国佛罗里达的一项研究 显示呢 说去年中国公司 在美国股市挂牌的 IPO的公开募股呢 是十年来最多的一年 有32家中资公司呢 总共筹得了120亿美元 是上一年的四倍 2019年呢 首次来美国上市的公司呢 仅筹到了30亿美元 今年到上星期为止 已又有9家中国企业来美上市 那么融资呢 多达20亿美元 此外 美国经济咨询公司 荣鼎集团的统计也显示呢 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 融资规模达到了 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融顶在上个月的报告中说 虽然在2016年以来的 美中两国间的直接投资呢 一直呈下降趋势 但股市投资规模呢 却在逐年过大 包括首次增量发行 和已有股东发售的 从量发行在内呢 中国公司去年总共在美国股市呢 筹集到了190亿美元 是2014年阿里巴巴创向记录 IPO记录以来的最多的一年 主持佛罗里达大学的 这项研究的金融学教授 杰伊里特说呢 他对中国公司如此踊跃 前来美国上市呢 感到有些意外 他对美国真心说 尽管有这些讨论 其中包括国会有关 将中国摘牌的一些法案 但实际上并没有阻止他们 这里边呢 有很大的一个利益 也就是回报 那么很多华尔街人士呢 认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规模 和速度都值得 他们去冒这样的一个危险 但是现在又有很多人士说呢 美中经济与安全的审查呢 是截至2020年10月呢 在美国三大交易所 也就是纳斯达克 纽交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中国公司呢 共有217家 总市值高达2.2万亿美元 投资咨询公司金锐基金 首席投资官布兰登 就说呢 在美国经济仍十分脆弱之际 这是一项牵扯到 2万多亿美元的议题 令中概股全面退市 或将殃及美国投资者的利益 他对美国之音的记者就说呢 投资中国虽然有风险 但往往也有丰厚的回报 他以中国的网络公司 网易为例说呢 如果你问投资者 倒退20年 你会买哪家公司 大概每个人都会说亚马逊 但是买网易的回报 要事实上远远高于亚马逊 他说二零两千年的六月 在美国上市的网易的表现 实际上是亚马逊的两倍还要多 二十一年来的累计汇报率呢 达到了百分之一万八 亚马逊呢 则只上涨了八十七倍 这是一个不同 可以不可以相比较的 因此呢 庞大的利益的需求呢 是主要的推动者 同时呢 美国政府在川普时期呢 实际上并未有真正的 对中国资本和与中国之间 有真正的下个狠手 或者是能够做得到的一些狠手 并没有做 而是虚张声势 多于实质 除了这则新闻之外呢 我们还要给观众们 讲述一个这一段时间 很多人呢 都对于疫情的结束呢 抱有很大的一个希望 包括英国的首相 我们也看到呢 是多次的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讲话 并且出现了一个新的 所谓7月1日 2021年的7月1日之后的 新的这样经济恢复的一个路线图 在这样一个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疫情即将过去 并且展望未来的时刻 这个世界上的一个 最有沉稳性的一个政治家 也被称之为最稳重的政治家 和执政时间相对很长的默克 却发出了一个警告 他说呢 警告第三次病毒的浪潮到来 他认为呢 德国称呢 准备结束这样的一个分锁 那么德国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警告说呢 德国正处于第三次 冠状病毒的感染浪潮当中 在该国讨论如何退出分锁 和缓解经济不景气时呢 应该权衡重开学校 和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与会者在电话会议上呢 说呢 默克尔周尔在一次电话会议上 对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的 保守派团体的议员说呢 结束对个人接触的限制呢 必须伴随着更多的测试 和疫苗的接种 这位总理还警告说呢 在该病毒在英国变种 已经在德国进行传播 威胁到了至今 迄今为止 该国遏制工作的 这个成效 那么对英国 对德国呢 有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也影响了今天的德国 以及全世界 对于未来的预期 不过呢 我们也在其他的方面看到呢 他的这个担忧呢 也得到了很多医学界人士的支持 因为大家认为呢 大家不应该高兴的太早 因为往往很多事情的变化呢 还有新的一些改变 让我们更加冷静的去应对 这样的一个疫情 说完德国的默克尔之后呢 我们必须得转到中东 这个世界上呢 有很多穷苦的国家 人们呢 都在进行着注射疫苗的活动 其中呢 我们看到呢 在非洲很多国家呢 因为没有资金不够 或者等等原因呢 无法完成自己的疫苗 对民众的疫苗的接种 当然呢 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 能够解决的问题 很多富裕的国家呢 首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之后呢 才会去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 而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国家 叫以色列 这个国家呢 宣称呢 自己是全世界普及率 疫苗注射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呢 他却遭到了很多人权人士 和全世界很多人的批评和指责 因为他们在刻意的美化 自己的疫情的接种率 而实际上在他的备战领土 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上 生活着数百万人 却被他们无视和排除在了 接种疫苗的背后 今天的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的要求以色列 必须帮助巴勒斯坦人呢 提供2019冠状病毒的疫苗 那么这件事情 始于什么事呢 始于我们知道的 在日内瓦正在召开的 联合国人权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呢 以色列面临了 国际媒体的广泛的批评 那么巴勒斯坦的 外交部的部长马利基呢 在昨天位于日内瓦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呢 抨击以色列说呢 以色列拒绝向巴勒斯坦人 提供疫苗 甚至拒绝从国外用送疫苗呢 进入西岸和加沙地区 而以色列政府呢 否认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但是他也遭到了国际媒体 以及调查者的很多的批评 他们看到以色列呢 在防止或禁止这些人们呢 拥有这些疫苗 那么很多人在想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难道巴勒斯坦人 不应该自己注射疫苗吗 今天的巴勒斯坦 是在以色列的完全的控制之下 并且他们的边防 以及他们的海关 机场等等 都是被以色列所控制 因此的巴勒斯坦人呢 是无法完成这些工作 那么他们也无法在全球各地的 能够采购到疫苗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布林肯 那么今天呢 提出要求 要求巴勒斯坦 以色列必须支持巴勒斯坦人 也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说以色列人的900万人 加上巴勒斯坦人的600来万人 那么总体上这个土地上 一共有1500万人 而你只接种了你自己的国民 而拒绝对其他的人士的接种 或者是帮助他们购买疫苗 这是一个反人类的做法 希望在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的 这样的一个出面之下 就此事件呢 能有所改变 并且让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安全 因此同时呢 一些专家也指出 以色列人如果拒绝巴勒斯坦人 或者不去帮助巴勒斯坦人 能够解决他们的疫苗问题 和他们的病毒应对的问题 那么以色列人本身 也是不安全的 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和转发支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